潘尼·马歇尔因出演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拉维恩和雪莉》而出名 在这部电视剧中,他和辛迪·威廉姆斯饰演密尔沃基一家酿酒厂的员工 这部喜剧从1976年到1983年共播出了八季 粉丝们对这部剧记忆犹新 《拉维恩和雪莉》简直是太棒了,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我真的非常欣赏它 生于70年代的每个人都记得这部剧 他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幽默的人 而且他看起来总是神采奕奕 潘尼·马歇尔在随后的《欢乐时光》系列中 扮演时髦的拉凡尼·德法奇奥 奠定了他明星地位 这两部剧都是他的哥哥盖瑞·马歇尔创作的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 他凭借《红粉联盟》、东西战争和《无语问苍天》等影片成名 1988年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喜剧片《飞越未来》 则成为首部由女性指导 票房超过一亿美元的电影 她是一个勇敢的女演员 她是一个伟大的人 总是乐于助人 她帮助了这个行业和其他领域的很多女性 她拥有一个伟大的灵魂 马歇尔在他撰写的名为《我母亲很疯狂的回忆录》中 描写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她说这些困难培养了她的幽默感 她还提及了与演员兼导演罗伯·莱娜的婚姻 以及她与歌手阿特·加芬克尔的关系 我打电话给罗伯 因为他已经结婚 有三个孩子 所以我说 我只是告诉你 我写了一本书 谈到了我们俩 你还记得是谁为我们拍婚纱照吗 他说那是1971年的事了 我怎么知道 你提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了吗 书中也提到阿特·加芬克尔 因为书里有照片 这是我拥有的唯一照片 我们两个人的合影 好莱坞明星和一些公众人物周二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缅怀马歇尔 霍克 华盛顿报道